你决定跟他谈对象了 今天晚上 就刚才 我跟他挑明了 你小子 干嘛这么猴急猴急的 不加铺垫就直奔主题啊 他答应了吗 被他拒绝了 他说 他爱上了另一个人 谁啊 你 这怎么可能啊 怪了 你就 一点都没感觉出来 我能看吗 没关系 看吧 怪了啊 上面除了你的名字 还有他的名字 这什么也没写啊 还记得您跟我们说过 十二月党人在狱中 是如何秘密传递消息的 是如何秘密传递消息的 有点关系吗 有点关系吗 有啊 对了 赶紧您签 你睡着了 去玩我 是 是 将冯老师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执音 有意思啊 你怎么知道 是点酒都能图出字的呀 上课的时候啊 我曾经跟他们讲过 十二月党人在遭到 山皇政府镇压之后呢 秘密传递书信和普及金的诗 可是为了怕人发现呢 就用米汤写字 干了以后呢 就成为一张白纸 可是用这点酒一涂抹呢 就能显出自意来 没想到 他用这儿来 怎么办呢 人家 已经跟你挑明了 你总得 有点态度吧 还给你 书里边 架的那张白纸 还在吗 那不是一般的白纸 那是两句世上最美好的事 你看了 看 谢谢你啊 芝茵 可是 我不能接受你的爱 芝茵 你是个好姑娘 是个值得用全人心去爱的姑娘 可是现在 我已经没有资格去爱别人了 这么说 吴大理说的话都是真的 是的 我已经有妻子 在我的老家 而且她已经怀有身孕 我准备把她 接到这里来生辰 对不起 芝茵 我应该早点把这些事 告诉你就好了 可是 那就替我向师母问好 祝你们幸福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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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回家 不走 留在这干什么 无精打采的 失恋了 想说什么呀 没有的事 行了 别跟连带意识呢 装得跟个并美人一样 我给你带了药发 看 什么呀 江峰老师临走之前 一定让我转交给你 真是羡慕你啊 吴大礼对我 要是有江峰对你的十分之一好 我也就满足了 陆普席经诗艺首与之音同学共勉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忧郁 也无需奉开 不顺心的日子暂且忍耐 相信吗 快乐的时光就要到了 一颗心永远冲进着未来 尽管生活在阴沉的现在 一切都是暂时的 转瞬即逝 而那逝去的一切 也必将变得可爱 我去哪里 你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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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大刘姐吧 我留一个月了 我是居民组的 我姓刘 阿姨 刘组长 有事啊 我通知你呢 下午到居民组开会 可别晚了啊 我走了 刘组长 我们家大小姐要回去了 我得给她收拾东西 我醒个假行不 那可不行 今天会议很重要 咱们街道发现了反动标语 要查 派出所都来人了 你可不能不来啊 行行行 我去 这可不敢不去 那我们等你啊 再见 小姐 先生回来了 爸 先生回来了 爸 你开完了 开完了 开了 您挺高兴的呀 当然高兴了 我亲耳听到毛主 他老人家的生意了 真的 爸 我一会儿就回学校了哦 美玲啊 我要去开会 就不去送你了啊 对了 返校之后 各方面都要注意 尤其是要提高政治学务 别笑 现在国际国内的积极斗争形势 非常的严峻 对了 你们学校的那本刊物叫 春天 我看就很有些匈牙利 裴托菲俱乐部的味道 一九五七年春 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通知 号召全党行动起来 整顿党风 同官僚主义 宗派主义 和主官主义 做坚决的斗争 你说什么 我要辞去春天主编的职务 你知不知道 你这是在给大家泼冷水 谈不上泼冷水 我就是太忙了 你看 又是团委书记 又是运动办公室主任 还有学校这些杂七杂八 借口 什么忙 你还是怕 怕人家说裴托菲俱乐部 笑话 我怕什么呀 不 张峰 古人云 三思而后行 小心使得万年传 大理 不要战兴过后了 革命 就得有舍得一声寡 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勇气吗 咱们俩都是从工作岗位 被送进大学的 跟旧社会来的知识文字还不一样 他们不了解党 有思想顾虑可以理解 可是你我在疑神疑鬼 明哲保身的话 这就不对了嘛 这怎么叫明哲保身呢 我这叫 我这叫实实物 你误会我了 我误会你 吴大林 我一眼就看穿你了 好吧 你既然坚持要辞去春天的主编 随你的辩子 只有一条 你赶紧把这幅 你让我写的字撕下来 我见过的人挂羊头卖狗肉 江峰走得太远了 什么话都敢说 还带头写大字报 我劝他他又不听 明天还要到市委大学部 召开了座谈混人去发言 形势已经开始变化了 他怎么就一点看不出来呢 志愿 你能不能替我劝劝他 哪怕让他暂时保持一下沉默又怎么了 谁会把他当哑巴卖了不成 第五条 根据 你得到